作词, memory of God 第三义 便念一切佛乖法性平等理 有人怎么疑问呢 再问他说 十方诸佛一切净土 法性平等 功德一等 行者普念一切功德 生一切净土 尽来骗求依佛净土 与平等性乖 云和胜净土呢 这个意思说 所有十方诸佛的净土都是平等的 法性平等 佛佛道童 法性是平等的 你现在是专弘扬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那么这是平等吗 在修学的佛学里面 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要没有分别心 要平等心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极尽涅槃 湛然平等 你不要分别 你自己产生了妄想分别 这个是不对的 况且全部的佛净土 东方也有净土 南方也有 都有很多佛的净土 那么你偏念阿弥陀佛的净土 有乖平等理 而且一切平等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挑选 我愿意到东方的东方 北方的北方 我愿意念什么佛都可以 佛佛道童 为什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普光佛也行 普明佛 净光佛 多摩罗伯 赞叹香佛 你看我们八十八佛 八十八专佛 我们都念了 为什么我们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你告诉我 你不对 这样 你没有平等你 你起了妄想分别 你要上西方极乐世界 你这个是妄想分别 全部净土都可以上 为什么你就是偏向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这样问的 但是智者大师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 一切诸佛时皆平等 但众生更顿 浊乱者多 若不专系一心一静 三昧难成 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相三昧 以心专制得生彼国 如谁愿往生经讲 普广菩萨问佛 十方稀有净土 世专何故偏占 四方弥陀净土呢 正显往生 佛高普广 愿佛提众生心多灼乱 为此偏占四方以佛净土 使出众生专心一静 知义得往生 若总念一些佛者 念佛景宽 这心三昧三昧难成 故不得往生 你不要看清一百个字里面的内容 很容易了解 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是你要往生西方这个世界 就好像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样 你要专一 爱不重不生说佛 念不专不生极乐 你要专心才行 如果是你今天念普明佛 明天念普照佛 后天念日光佛 世光佛 天天的念不同一尊佛 你这个心不够专一 禅门也有一句话 寄心一处无事不办 你专门念一尊佛容易成功 你天天的念 好像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我们普通学佛的人 明天去密宗的道场 后天去禅宗的道场 大后天去拜颤 再大后天是清清清 再大后天是禅宗 天天不同 好像是学习聚会一样 你这样不专心不行的 后天也是听听经 听听广东话 听听普通话 这个不行 你要专心 专心这里讲是 如果是你专心 如我们在朔博世界里面 我们的外缘 外境有多少 我们的所缘境有多少 无量无便 我们可以见得 掩耳必识生意 我们借出了外界的 借出的境界有多少 非常多 每一个境可以产生一个烦恼 所以我们的烦恼很多 每一个境界那么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禅修 禅修就是把我们的六根对六成 不要烦恼 把所有外境都放下 只有一个所缘境 就是我们的必需 或者是我们的所缘境 是只有一个所缘境 阿弥陀佛 其他所缘境什么都没有了 把所有一切的烦恼的所缘境 改回阿弥陀佛 那个所缘境是专一的所缘境 如果是你把所有的所缘境都不要 常常训练只有一个所缘境 你的力量就来了 这是什么力量 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向三昧 什么是一向三昧 什么是一向三昧 我们再探讨一下 什么是一向三昧 一向三昧 也叫一行三昧 这是一心念佛 念佛三昧 我们有一本经 《文书是你所说的摩河波列布朗密经》 里面这样讲 三男子三女人 欲入一行三昧 应处空间 舍诸乱意不取相貌 细心一佛 尊称名字 这个意思是讲 你不要天天念佛的不同 你要细心一佛 你专念一佛 不取相貌 不取相貌是什么意思呢 不执着其他的外缘 专称一佛的名字 随佛方所 端身正相 就是西方 你就往西方向 能与一佛念念相须 基于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这是一相三昧 如果是你天天念阿摩阿弥陀佛 没有咱念 也是修行的一个方法 但是有很多人说 我习惯了念观音菩萨 我习惯了念地藏菩萨 如果是我不念观音菩萨 好像是我这一天 我明天就很惨了 我明天有祸了 明天不如意了 我今天念观音菩萨 我一不念了 我大祸临头了 或者是我好像不舒服 这是你知识了 一定要念观音菩萨可以救你 念阿弥陀佛不一定可以救你 如果是念观音菩萨还可以救你 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救你 为什么观音菩萨还是帮助阿弥陀佛 在西方的世界 阿弥陀佛是教主 观音菩萨是助教 念观音菩萨的功德大不大 你看普门瓶 如果是有人推你在海中 念观音菩萨 海也变得迟 大火里面 火也不可以烧你 有龙蛇诸鬼烂就害你了 你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救你 观音菩萨尚存有这个能力 何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佛的能力不是更大吗 但是你说很多居士都告诉我 我要念观音菩萨行不行也行的 也可能你跟观音菩萨特别的有缘 那么你一定念他 那我要你不念了 那么我就好像是和我可能不对 你跟观音菩萨有缘分 但是你不要放弃阿弥陀佛 不过经文这样讲 你念观音菩萨发愿也可以往阿弥陀佛 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 今天我愿意念咒 天天念咒 我不念阿弥陀佛 反正念阿弥陀佛就快要死了 要死 死的时候才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我要念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念阿弥陀佛 现在就有很多利益 等于我没有讲完以前 我就告诉你 现在念阿弥陀佛 有什么现实的利益 现在我们一起讲下去再讲 这是一相三昧 我们继续讲了 又求依佛功德 一切佛功德无益 以同一佛法性故 为此念阿弥陀佛 即念一切佛 生一净土就生一切净土 那么可以讲 你刚才不是说 所有佛的净土的法性都是一样吗 相反来讲 你念阿弥陀佛 也是念其他佛一样 那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你说不公平呢 你当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的世界 也代表你是到其他净土一样 这个是平等的 平等不是在佛土 是在你的心 你告诉我不念阿弥陀佛 英文我不平等 平等的杂念 平等的概念是在你的心里面 不是在净土里面 所以你说我不平等 其实平等的不是佛土 是你不平等 那么你分别 你说不要去极罗世界 其实你到了时的机械 也平等于你到其他净土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记者大师就举一个例子 从《华言经》里面举一个例子 一切诸佛 这是依佛身 一心一智慧 利无畏已然 有云 譬如敬满月 补应一切水 影像虚无量 本月未成二 如是无碍字 成正等正觉 应现一切差 佛身无有二 故一佛即一切佛 一切佛即一佛 法身无二 故自然念一切佛 只是念一切佛也 那个意思就是月亮是有一个 月亮引到所有的江河 所有的大海 普现很多月亮 但是净土是很多 其实它的法性是一样的 月亮只有一个 每一个净土的法性只有一个 所以你说念阿弥陀佛 就如同时念其他净土一样 就是这样 我们再讲了 再讲什么呢 我们说念佛不但是往生有利益 你现在有很大的利益 现在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 常得一切天神隐形守护 很多天神守护你 常得一切菩萨常随守护 常得诸佛昼夜互念 念佛之人光明照身 一切恶鬼皆不能害 一切蛇龙毒药皆是不受 如果你念佛一句 你的身光明照身的 这个意思就是你念佛的时候 有无量的功德 以前我在一个经典里面 看着一个感应的故事 好像是年词大师的文笋里面 我好像有这样的故事 在明朝的时候有两会 我们说他假意两人做生意的 某假意两人 他是离开他的故乡到外面做生意 做生意做了好几年 其中一个死掉了 那么死掉了 其他另外一个人很悲哀 为什么我们两人做生意 他死掉了 就写信给他的妻子 你丈夫已经死掉了 那个妻子说 那马上回来了 你带我丈夫的东西回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人带他的丈夫 他剩下来的东西就回家乡了 回家乡 这个人就告诉他 你丈夫是什么病的 怎么病的 病死了 我也很悲哀 那么我们一同做生意 现在他死掉了 那么我们那个生意也不太成功 就回来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东西 我现在交还给你了 那么他老婆就接到他的东西 他老婆这样想 你说我丈夫在外面跟你一同做生意 你现在说他死掉了 带回来的东西还没有什么东西 他心里面在怀疑他 可能是你杀死我的丈夫 谋财害命 害死他 把所有的钱都拿掉了 又说他死掉了 我要告你 你这样不对 我丈夫写信给我的时候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的吗 为什么现在你告诉我他死掉了 带回来的东西要没有钱 不过他的生活上的衣服 还遗留下来的东西 那么这个人就说 我没有骗你 他是我兄弟一样的 我怎么骗你呢 你走 我考虑要不要告你 那么这个人就走了 他走了 他心不舒服 我没有谋财害命 你看我对他那么好 他是病死的怎么 他的老婆怀疑我不应该 那么他就很悲哀 很委屈 他就回到死的人的坟屋里面 就哭了 哭得很伤心 他说 老兄 你现在你太太怀疑我 怀疑我是谋财害命 我没有谋财害命 那么这样就讲了 流了很多泪 后来忽然间 他耳边里面有声音讲出来了 你不要被爱 我知道啊 这样好不好 我是你兄弟 就是死的人 讲话了 在耳边讲话了 他说 这样你回到家 回我家 我的灵魂附在你的身上 那么我就跟我老婆讲话 那么解释给他听 你没有谋财害命 你没有害死我 不过是我自己病死的 不关你事 好不好 好啊 那么好 那么我们走啦 马上回去 那么回去 到了家 你就附在我的身体 那么我就这样这样 你就跟你老婆讲好这个话 不要再怀疑我 他们就走啦 回家啦 一面走路 一面就谈话 人看不见了 死的人怎么可以看见 鬼怎么可以看得见 那么谈话 大家 你讲一句 他讲一句 其他的行人讲 但这个人为什么他讲话呢 但是他见不到他 以为这个是傻瓜了 为什么他讲话呢 其实他们两个交谈 一面回家 一面交谈 两个人就感到有一点 好像是怀旧的感觉 大家 哎呀 现在你可以跟我谈话了 那么这个伤的人跟鬼谈话 这个伤的人走到某一个地方 他死脚了 一腿奔到跌下来了 跌在地上 跌在地上 他就讲了一句话 阿弥陀佛 就是一句话的 他这个人跌到地上了 阿弥陀佛 哎呀 阿弥陀佛 一讲阿弥陀佛 老兄 我们继续走了 听不见他话了 后来等了大概五六分钟时间 大概等了 这个人就跟他讲了 鬼就跟他讲了 你刚才为什么杀我 用光炸我 杀我 我没有 你念阿弥陀佛 你的身都发光 我就不可以敬你 你再念下去 我怎么可以回家 那么这样 你这样念佛 我附在你身上也有问题 你现在念佛 你发光 我现在附在你身体也有问题 不如是这样 你叫我老婆 来到坟前 我跟他谈 后来这个人就告诉他老婆 你丈夫告诉我这样 现在我带你去坟屋里面 你跟他讲了 后来这个事情就带他去讲 大家讲好了 她的老婆也不怀疑他了 她的老婆也听到她的丈夫 知道这个鬼是真的 真是她丈夫 当然她有方法 知道她是她真的丈夫 后来就没有找他麻烦 那么这个生的人 他知道原来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这个身体会放光的 那我不照做生意了 我出家了 他就出家了 后来出了家了 专修念佛法门 往生西方走的世界 这个是记录在年词大师的文学里面的 你看念一句阿弥陀佛 身体就发光了 你还说死了才念阿弥陀佛 你要常常念阿弥陀佛 你不要说我念地藏菩萨他救我 阿弥陀佛 当我死的时候才念 那不行 因为你现在不念 你怎么可以集中精神念 到时你睡在病床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乱了 我平常也念观音菩萨 也念地藏菩萨 我也念咒 现在我什么都念 南无好达达达达爷爷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官 什么都请来了 你就忘了阿弥陀佛 因为你平时没有受念阿弥陀佛 专义的训练 你没有这样的信念 这个是代表你对阿弥陀佛 还是没有信心 你觉得阿弥陀佛 不能在这一生救你 你死的时候才可以救你 所以念佛明天开始 每天要多念半个小时阿弥陀佛 常着天神守护菩萨守护 谁佛愿载刀剑牢狱 横死往生皆蒙不受 你不要横死 鬼也不可以赏你身 但是你说为什么有时我念 也没有什么感应 因为你不诚心 你要念得很诚心才行 你在太阳下面拿一个放大镜子 你要把光都集中在一点 你下面烧出来烧火了 冬念思念不行的 如果是你到阿弥陀佛去 你转井 转石油的井 你这个井转一转 那个井转一转 转十几个井 你找到石油吗 你一转一个井 有一个信心的转下去 你就找到了 第六 先所作业世界消灭 你以前所作的业 因为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所可以灭八十一截生死中罪 所以你的罪可以灭了 所杀的冤命比蒙歇脱更无之对 第七 夜梦正直 你常常念阿弥陀佛 你晚上做了没有噩梦 你常常念阿弥陀佛没有噩梦 如果是你梦 你可能梦中见到阿弥陀佛的圣庙 阿弥陀佛的相貌 心常欢喜 颜色光泽 气力充盈所作之力 如果是常常念阿弥陀佛 你一天念一两个小时的人 你看这个面孔不同的 发光的 你知道这个人是常念佛的人 你一看就知道的了 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在手机电话 你发在手机电话 WhatsApp 什么 你每天发了多少时间 你一两个小时 你自己念一个小时佛 你都不愿意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可以往生 你可以发两三个小时 WhatsApp Facebook 上网 两三个小时 你念半个小时阿弥陀佛都没有的 你这样怎么去信佛 你哪有这个信心呢 往生西方救的世界 你还要想佛菩萨加持你 你不念明智怎么办呢 你说念咒才有功德 念明智没有功德 谁说的 谁说是念咒 哪一部经说念咒有功德 念佛的名号没有功德 你告诉我哪一部经讲 没有 第八 第九 心肠欢喜 岩石光泽 气力充盈 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吉利 常为一切世间人民 恭敬 喜欢礼拜 那么九个功德 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前九个功德就是现世的 我告诉你 你要弘扬佛法吗 你把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告诉别人 你这样你的功德就大了 为什么我说弘扬佛法 宣传佛法的功德大 因为本来他不往生西方救的世界 你现在告诉他要往生西方救的世界 你救了他了 你救了他的慧命 你不单是救他的生命 你救了他的慧命 因为如果是他往生西方救的世界 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面学佛 他成佛回来 不为安养 入娑婆 他回到娑婆世界 广度于无量的众生 就是因为你劝在念阿弥陀佛 你功德多大 为什么你不用你的时间 不要看电话 谈电话 做其他事情那么多 弘扬佛法要劝人念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中王 咱念纷飞也无妨 万里浮云毕百日 人间处处有余光 这个意思就是你闪乱的念阿弥陀佛 人间也有光的 闪乱的阿弥陀佛 我这个心不集中 我当时我天天的念 我持命念佛 我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自己念 就好像是日光一样 有黑的浮云把它闭住 也有余光的 很重要 你不但要自己念 还有普告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九个现实的利益 第十呢 第十是临终的时候 临终心无不慧 正念现前 得见阿弥陀佛 以具圣众 使金莲花 皆因往生西方久的世界 你念阿弥陀佛 现生就有利益 将来死得很好 如果是你天天念一两个小时 你到临终的时候 你不会眠在床上一年 这个气也不断 很惨的 很痛苦的 你现在就要开始念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 当你要死亡的时候 心无病苦 没有痛苦 很快就往生西方久的世界 这个气一断 往生西方久的世界 在西方久的世界 在修行成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念佛是很重要的 讲了那么多 你念不念佛 念不念 念了吗 我没有白花时间 好的 好的 还告诉你一点 我们以前的祖师 中国汉传佛教的祖师 很多很多 以前修禅的 修密的 修绿的 到年纪大的时候 都改修念佛法门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藏经》里面 都把那个例子找出来 我做了一篇文章 全部就是以前的高僧大德 他以前不是修念佛法门的 还可以违谤念佛法门的 后来就改了 改成念佛了 其中一个 今天我讲的 我还要用三分钟的时间讲给你听 其中一个 我们学律的人 学律的人有一个是律宗的十六祖 元兆大师律师 元兆律师是我们南山宗师分律的祖师 中国人 我们出家的都是根据南山律的 道宗法师 南山律里面分出来的元兆大师 元兆大师 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发了一个大愿 我要研究律宗 我要把律宗好好地研究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我不要往生西方之类的世界 往生西方之类的世界为自己的 我不要 我是专弘扬律宗 他还说净土不好 他说我们不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度着你的世界 你常常说要往生西方之类的世界 你既保其身 不对 我们要发大愿 留在娑婆世界度众生 这不是我乱讲的 你看看元兆大师的自传里面就有了 他是亲口讲的 他以前是棒净土法门的 后来他得了大病 病得很厉害 他就想了 我这样研究律 我弘扬佛法 为什么我得了大病呢 是不是我的道心不够呢 他想来想去 就是说 是不是我棒这个念佛法门呢 那么他就在《大藏经》里面找出来 念佛法门的经典 他就被一个论影响他了 他改变了 他又改变了修净土宗了 哪一部论 净土十一论 就是现在我们学的 现在我们要讲的净土十一论 是自者天台大师讲的 就是这一部净土十一论 就把元兆大师律师的 把它改观了 它也是弘扬律法 它怎么样呢 生眼疲离 死归安阳 生的时候再演说疲离 疲离就是律了吗 我再生 我要演说律 使得我要归安阳 那么后来他往生西方就在世界了 元兆大师律中的 还有很多很多 将来一点一点的告诉你 就这样 就这样 嗯 派帐 刘洛晓 那么 真uckle 你们 麻 takes 小